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仪这个人一辈子没活明白 也确实有些冤枉 你倒不妨悄悄去第三战区看看 对他做到人质一金 将来他也不要怨我 是 同志们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这些天来 大家一直在猜测和议论 不明白事实的真相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国民党当局 命令我们新四军退出晚南 一直退到黄河以北去 他们对我们新四军 在晚南的战绩和发展 太怕了 容不下我们了 这些反共摩擦的专家 要逼我们走 党中央为了顾全抗战大局 也来电指示我们放弃往南 到江北去 我们可以走 但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 我们要走得光明磊落 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 必须发给我们军饷服装 武器和弹药 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 掩护我们通过长江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新四军 不是软狮子 我们是强大的人民武装 同志们 国民党当局 在十月十九日 发出了号电 强令我军在一个月之内 向黄河以北开进 否则 以违抗军令论处 我党中央 从抗战全局利益考虑 在十一月九日发出家电 把让步晚南的决定 通知了国民党当局 指示我军晚南部队 向江北转移 中央的英明决定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新四军全体直战员 一定要坚决地拥护 坚决地贯彻执行 在我军北移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 一方面 日后必然会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 另一方面 国内的反共势力 也可能对我军阻挠袭击 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 总之 北夷是中央的决定 我们绝不动摇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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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军长 在野外滚拿三天三夜 看谁能整结得了 交代后事啊 你准备走了 你不是赶我走了吗 反正成天也照不上面 夫人在军中士气恐不扬 华木兰都懂得的革命道理 我们的李秀文同志难道不懂吗 何况不是我要赶你 现在形势吃紧 非战斗人员及家属 都要转移和疏散 不能拖累部队 再说了 家里还有一大群孩子 还是早点回去 你不用动员 我明天就动身 正好 顾主统约我明天到上饶 谈北夷的事情 我陪你到上饶 然后用梅府官送你到南昌装火车 这样我也放心了 你也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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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伤心 你也不能发现 你拖累的事情 你住手 什么大伤家 什么大伤家 你不开小伯鹊 你不开小伯鹊 为什么这么伤感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还没有到生离死别的地步啊 事到如今 我只有选择 与新四君共存亡 你不至于这么悲观吧 出生入死 也没见到你掉一滴泪啊 我见惯了鲜血和死亡 我不怕死 我是为新四君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 未来的凶险 也许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我走了 留下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你替我 抚养好这些孩子 我就 我就感激你了 不要 你 怎么 走 你 他不住了 我让梅府官 已经送他去南昌换城去了 难怪李德林说你金屋藏娇 从不把夫人系同事 我与西医也是同窗 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未能一睹扫夫人的芳蓉啊 请 二位司令长官 我听说你们正在调动部队 不像是打江北的日本人 倒像是要包围我新四军军部 不知这是何意 西医兄此话从何说起啊 军队调动乃正常军务 西医兄 你也太神经过敏了 你们不是也准备北上吗 你从江西调到晚南 不是冲着我们又是冲着谁呢 顾长官 你已经调了七八个师的兵力 对我引领军部和第三支队 形成了包围之势 作何解释 那也是为了保证贵军北夷的安全 西医啊 无论是以老同学的身份 还是从抗战的大局上考虑 我都认为 晚南的问题 一定要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大家都遵从伪座的号令 听从他的指挥和调度 叫我们北上 我们就北上 军人嘛 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又何必节外生枝 因小失大呢 不瞒西医兄 第三战区一些黄浦系的少壮派军官 主张对你们动武 我们是尽量的说服 我个人认为 新四军是共产党控制的军队 就算把他们都杀光了 也解决不了国共关系的问题 我这话说得没错吧 不谈两党关系的问题 我们同意北夷 这样就轻松多了 西医兄啊 谈谈你的意见 关于北夷的路线 我军有初步的方案 由于对长江水道的严密封锁 我军不能从南岸北移 无法保障我军的安全 所以我们准备第一步 现引苏南 然后从镇江一带渡江 到达苏北 因此 你请划定苏南的立阳 立水 宜兴 金潭四县 为我军沿途赞助区 赞助区内的作战任务 可由新四军直接负责 其次 在我军北夷的过程当中 第三战区所属的部队 暂时不要调动 军事部署保持在十月前的状态 并延令 不得于我军发生任何冲突 确保我军 北夷的安全 贵军从苏南 渡江北上 尚可讨论 但沿途划定赞助区 绝不可能 第三战区的军事部署 也不能为贵军的北夷所左右 我不能答应 我军奉命北夷 第三战区 必须要保证我军的安全 我以正体人格担保 新四军奉命北夷 绝对没有安全问题 可以吗 如果西医兄还信不过我 顾墨三 我就没有办法了 西医兄 大家都是同窗袍则 曾在一个锅里轮饭手 应该信得过呀 西医兄 我要重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新四军从十二月一日起 将苏南和晚南的部队 同时北夷 年底前全部移至江北 西医啊 你要是逾期不动大架的话 顾长官 可就要做辣了 部队北夷在即 请顾长官立刻发放部队开拔费 以及上次反扫荡 伤亡抚恤费 补充机枪一百艇 部枪五百支 子弹一百万发 手榴弹两万枚 以及应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经费我批不了 可以转报重庆 承请军政部核准发放 其他各项 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 粮食和物资 可以在北夷途中分批领取 武器弹药嘛 则需核查库存情况 待贵军突破日军防线 再着量补充 也就是说 我今天又白跑了一趟 哪里哪里 我先去看看 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到时候咱们好好干一杯 现在你们先聊 我就失陪了 七兄留步 我还有要事相告 刚才上官在场 有些话不方便说 你提出的方案和要求 我一条都不能答应 我是没有权利答应 北桌秘店 限领新四军渡江北上 我不敢抗命 你敢把我园长的秘店 给我看看吗 我不能 此乃绝命 关系到我顾某的身家性命 顾长官 你们到底居心何在 限定我新四军原地渡江北上 既不发放军费和粮响 也不补充武器和弹药 更不提供有军的配合和支持 这不是想 请日本人的手 来屠杀新四军吗 喜兄 你冷静些 不用激动了 事关九千名 新四军将士的身家性命 我能冷静得了吗 本座秘店 如果苏北的新四军不打韩德琴 伪作也不会如此的绝情 韩德琴专搞摩擦 黄桥决战 陈毅和肃毅是被迫自卫的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些了 讨论也没有任何意义 西医兄 我已经把老底都交给你了 咱们各自珍重吧 我希望 你能尽早率部北夷 继承我军为匪部 何不就地剿灭 将为园长此举 太令我寒心了 不准我军东夷 原地渡江又被日军封锁 新四军侮辱可走了 既然一无所获 我连也会允领 西医兄 你绝不能走 否则客人会生气的 谁呀 总不会是蒋委员长大驾 立临了吧 至少可以代表委员长 岳处长 到 送叶将军下趟 是 叶军长 请 快快 slots 早点 ens 禅官 务机 看 刚才 表红 应该回事 悬 名 由 快注 不 来 过 说 你怎么从重庆到上岗啊 这边暂时吃紧 老兄暂时吃紧 我放心不下 特意赶来关照一下 你还有那份好心情啊 那我就拜托了 回去报告蒋委员长 本是同根生 相奸何太极 手心手背都是肉 别把心死君逼到绝路上 你呀 喜快请坐 好 喜一兄 你在政治上太幼稚了 真让人担心啊 你在政治上也太成熟了 难怪委员长让你做政治部长 我什么秉姓 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 你不早就领教过吗 是啊 你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秉姓 恰恰是让我不放心的一件事 实实物者为俊杰 并没有是人格 而是一种智慧 行了行了行了 打住吧 还轮不到你老弟来教训我 你到底来干什么 当说客 免开尊口 我没有必要给谁当说客 人格有志 我也并不想说服你 但是 如果有人想要你的命 又恰巧被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见死不救了 蒋介石要对我下手了 派你来报个信 我知道 习一兄是人格和气节重于生命 而我所崇尚的 是信仰和忠诚 这并并影响我们的友谊 我这次来 绝不代表任何党派和个人 而只代表我自己 我知道劝你离开共产党 你也不会动心 我只是不愿意 眼看你玉石俱坟 也不忍心眼看 新四军走上覆灭之路 我只想告诉你 你们不要违抗政府的命令 否则新四军将成军覆没 你也将成为陪葬 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因为你我谁也改变不了 即将发生的悲剧 喜一 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送你回澳门去 这样 cic俊老弟 四军饰 玉石真是 李擁胖 民弹 云俠 是否真agna 哪有 下一仪 不是 一年 一年 张orc 再次 别为我操心 1940年11月17日 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 任命叶挺为总指挥 陈毅为副总指挥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并催促叶挺到江北逝世 老相 张元寿来电报了 在第三支队的配合下 已经找到了可以安全堵江的 十二个渡口 大小船只一百多条 三百多名可靠的船工 按每条船渡五十人来计算 晚南部队分两次 完全可以渡过长江 叶军长 日本人封锁了长江 不可能不在江南设防 万一我军行动走漏了消息 你就不怕半躲日击吗 太危险了 老相 情况紧急 不能再举期不定了 陈国民党还没有最后部署完毕 江介石还没有最后下达 消灭我军的命令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 难道 江介石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吗 毕竟国共合作尚未破裂 背负同事操阁的恶名 公开屠杀新四军 他就真的毫无顾忌吗 你尽快决定吧 军长怎么样 张元寿他们还在等您消息呢 相副军长怎么说 渡船不要退 而且要注意保密 没准用得上 相副军长 你记下 延安 卯泽东同志 殿西 同意让步婉难 换取政治影响 我没意见 几段时间内 无法开动 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 反不如暂时留在宛南为好 请中央无需顾虑 我们就在宛南打 相应 报告军长 沈处长来了 请 沈阵 快进来 军长 来来来 快来快来 快过来 你们几个回去吧 沈阵 明天你就要带着医疗队 出发到苏北了 今天我给你践行 做点好吃的 你尝尝 军长 还是我来吧 我怎么敢劳军长大驾呢 行啊 你这白面熟生 你哪会做饭呢 很快 来坐坐坐 马上就好了 来 倒酒 好 来 咱们俩干一杯 来 咱们俩干一杯 再倒上 吃菜 军长平常不太喝酒 不要饿得太猛了 快吃快吃 水 帅 咱们俩 急 初次见面 是在什么时候 一九三七年夏天 我们当时都在上海啊 三年多了 三年多来 你做了大量的工作 帮了我很多的忙 我从内心感激你 这可不是客气的话 人生难得知己 更何况是患难之余 忙忙碌碌的 也没做什么事 你创建了新四军竹子医院 培养了五百多名专业技术人员 输送到各个部队 你自成野战医疗系统 军部医院救死扶伤 技术精湛 堪称敌后医院之冠 这颗抗战医疗明珠 凝结了你这位军医处长的心血啊 军长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里难受 我已经想好了 这次到苏北以后 我尽快把工作都布置下去 等一切都正常运转之后 我就回来 你回来干什么 军部架里一大谈子事 我实在放线不下 再说了 你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 你跟着陈司令 请问您 你不能再打 最后你不能认定 他会认定 我身上是否认定 不认定 不认定 你只认定 这位军政 你不是 我身上是否认定 你不认定 我身上是否认定 你不是 否认定 你别人 相府军长 让我立刻给您送过来 军长 来往军事电报 我没权利看吧 看了也没用 此电报与军事无关 不妨齐文共赏 这是前两天 第三战区 引刁难我军一事 我向顾铸彤提出抗议 并且向他提出 辞去军长一职 这是他的回电 引领新四军叶军长 西一意 殿西 该军开拔在即 领导统帅 正身依赖 所成辞去一劫 因物拥矣 故 这两天 豫竟的 这两天 这一天 是 这一天 那一天 呢 有 这一天 准备 也有 这一天 这一天 很想念他 很想念 今天我收到他的来信 询问军部为什么迟迟不动 部队北夷 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难道 真想让人家给活捉了吗 陈司令 一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 我的好战友 你告诉他 我已经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准备迎接最困难的局面 如果我战死 希望他能接替我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日 新四军非战斗人员近两千人 开始向江北转移 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 十二月十日 蒋介石两次电令雇驻筒 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 妥为布置并准备 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都 或之限期十二月三十一日 该军仍不遵命北都 应立即将其解决 雇在宽容 顾长官 再不电话通了 是委座 莫三妈 我是蒋中正 报告委座 我是莫三 请委座叙事 莫三啊 你那里准备得怎么样啊 你不能慢慢吞吞 向小娇女人走路 要坚决雷厉风行 我已经命令黎品仙 沿守长江北岸 叛军不从指定的地点过江 就坚决阻击 明白我的意思吗 卑职明白 卑职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 根据我对向英的了解 他们很可能选择南下茂林 绕到苏南 再到苏北的路线 不行 绝不能让他们到达苏南 甚至苏北 会和陈毅北部 如虎添翼 今后 就没法收拾他们了 只准他们就地渡江 只要日本人一开炮 你们就江南江北 一起夹击 把叛军消灭在长江上 如果他们胆敢绕到南走茂林 那正好落入我军包围埋伏圈 标击重兵 坚决消灭 是 卑职明白 坚决消灭 莫三 卫州会议准备的怎么样 报告别做 已经准备就绪 二十九日在岩寺窑村开馈 注意保密 会议由上官主持 你目标太大 就不用出面了 全战区师以上指挥官 必须全部到会 不准任何人缺席 会议要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 参战的七个师主官要团结配合 赶紧彻底的消灭叛军 明白了吗 是 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完成使命 是 中央军委 禀周安来统治 卑职同领我军就地北渡 敌品先在江北 派大军阻结 晚南蛮军 暗中调动 对我包围 阻我交通 如有樊昌渡江 须经五十里 何往敌驱 如玉笛发掘 极不能动 为避免我军北移 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初请向重庆方面提出抗意外 再请中央军事作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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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参考 向应 华军事作战方针 华军事作战方针 恩来来啦 恩来来啦 华军事作战方针 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纪念日 恩来当年斡旋西安事变 与我会面 至今想来历历在目 故得以见面 约谈话为好 来吧 请坐 今天约见委员长 是为了新四军奉命北夷的事 第三战区顾长官 拒绝提供开拔经费和行军路线 让该军无所适从 委员长 限期年底前北夷完毕 并强领我江北的八路军 和新四军部队 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实在是勉为其难 我奉我党中央指令 对此事的处理 表示抗议 并忘休着 恩来 我劝你们一定要按照那个命令 把部队开到黄河以北 不然 我无法向全军部队交代 苏北事情闹太大了 消灭韩德勤一万多人 谁听说了 谁都反对你们 有些将领很愤慨 要求对你们制裁 我说服他们的话也不听了 怎么办 抗战四年 胜利有望 难道我愿意打内战吗 愿意弄摊台吗 八路军 和新四军 现在不都是我的部下了吗 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现在国共合作 我们可以坦诚相见 如果你们非要把部队留在江北 江南 不愿意开到黄河以北 违抗统一军令 冲突 绝难避免 我敢断言 我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危险的 全国没有任何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 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 你们要有自己的准备和决心 这个方针也早已只是你们了 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只是何项方针 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 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 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 主张拖还是主张走 似此毫无定见 毫无方向 将来你们是要吃大亏的 中央书记处毛泽东 向府军长 中央来电 向府军长 关于消费机密文件是否执行 你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的特别困难 可能受袭击 可能遭损失 要把情况特别看得严重些 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 骗纸不留 此事不仅军部 还要通令晚南全军一律实行 不留机密文件骗纸之字 视为制药 毛 猪 幼疾 万难 看样子不得不离开了 今天是一九四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李蒋介石规定我军北夷的期限 还有三天 我们今天的 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的议题 只有一个 那就是研究决定 我军北夷的问题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什么 国民党不准我们向东走 只准我们原地渡江北上 而这是一条死亡之路 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是考虑向南走 绕到向东 然后远回苏北 下面请叶军长讲话 关于我军北夷路线 我仍然坚持向东挺进 相比之下 这是一条最安全的通道 叶军长 蒋介石和第三战区 明令禁止我们向东走 否则就是违抗军令 如果因此而引起严重后果 谁能担待得起啊 请让我把话说完 总的归结起来 我军北夷 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条 向北走 经过同龄 樊昌渡江 蒋介石 希望我们走这条路 好借日本人之手 消灭我军 这条路的有利条件是 距离近 当晚就能渡江北上 该地区 丘陵广阔 物产丰富 便于游击和补给 蒋介石如果向我们进攻 奈何我不得 但是 最不利的条件是 国民党 已经把这条行军路线 泄露给了日本人 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 向东走 沿码头镇 孙家部 竹泽桥 井苏南 渡江到苏北 当年我们第一二支队 东进 前不久 我军部非战斗人员 两千多人 撤离晚南 走的就是这条路 走这条大路 与陈毅和苏毅的部队 会合 如果蒋介石在半路上打我们 全国人民就会看得很清楚 蒋介石在政治上 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即便我军会受到一些损失 但赢得了全局上的胜利 值得我们去拼搏 最后一条路 就是向南绕到茂林 迂回向东走 经经德 天木山 宁国 指立阳 渡江北上 我这次到上扰 沿途进行了勘察 该地区 地形复杂 要爱重重 易守南攻 一旦陷入包围圈 我们将插翅南逃 最终导致全军覆灭 因此我建议 采纳向东走的北一路线 既然向东向北 都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能向南走 现在 我以中央军委 新四军分会的名义决定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 军部和晚南部队 全部向南开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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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我去跟郑城啊 司令部通知准备出发 收拾军长的行李 我们执行命令 净剪刑没用的收拾 这字画留给日本人哪 丢戏过剪枝吗 没有诚信的家伙 根据它 突然进入三溪镇 军长 上面是同城 下面是三溪镇 请接相府军长 湘英同志 云岭南面的三溪镇 进入了国民党最精锐部队 第四史诗 正好堵住了我军的行军路线 南下茂林太危险了 叶军长 决定的事不好随便改发 这个情报准确吗 报告向副军长 情报准确 我侦察员亲眼所见 你把电话给军长 是 叶军长 前一发而动全身 不要轻易改变军分会决定 既然准备要打 就不怕既有打到准备 就不怕既有打到准备 叶军长 叶军长 他们叫我跟后勤部门走 凭什么呀 我谁都不跟 就跟你走 咱们走 咱们走 去那边 好 那点 咱们走 豹 您好 汉 好 我 都叶军长 把他掙了 我许愿到了江北 我托人到上海 给你置办一整套 西洋乐器 叶军长 我这把小提琴 是无价之宝 这是我在维也纳买的旧琴 是著名小提琴家 奥克利用过的琴 这把旧琴 能换一卡车新琴呢 好 既然是王老五的无价之宝 那你就留着 我真后悔 我后悔 不该把你给留下 你说这把小提琴是国宝 可我认为 你就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 我没有权利 让你在炮火中担风险 有人给我算过挂了 说我无灾无难 你太天真了 战争是无情的 灾难随时随地 都会降落在我们头上 据我观察 你这个军长 也真够难当的 我写举子呢 一支铅笔 一块橡皮也就够了 旋律呢 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 写错了就改 随我的便 我就是音乐的总司令 到你这可不行了 堂堂的军长 你说了呢 也不一定算数 可全军的责任你得负 这军长怎么当 真够累的我看 不要说了 政治和音乐 是两个概念 你认识的 你认识的 你认识吧 现在 就在这儿 现在 拉什么 随便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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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部和晚南部队全部共约九千人 除军部司政后机关和直属队共一千人 另行编制以外 所有部队共统一编为三个纵队 兵分三路向南开进 第一纵队及左路纵队 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 由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指挥 赵林波任副司令员 四日晚由云岭以北的土塘 进到大康王地区集中 五日晚经高潭 披嶺下星潭进发 五日晚通过丘岭向郎桥地区进发 第二纵队及中央纵队 辖老三团新三团约两千人 由司令员周桂生和政委黄火星指挥 四日晚通过云岭西北的北宫礼 进到茂林以北的凤村地区集中 五日晚经高潭 披嶺下星潭进发 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随中央纵队跟进 四日晚进到茂林以南的潘村宿营 第三纵队及右路纵队 侠地武团和军特务团约三千人 由司令员张正坤和政委胡荣指挥 四日晚纵队司令部率地武团 进到茂林地区集中 军部特务团潜出茂林以南的 铜山 桥山 大麻陵等地 扬坐进取黄山 太平之势 掩护我主力部队调头望东 向苏南进发 各纵队要抓紧准备准时出发 时间紧迫 大家回去准备吧 延安 中央书记处 我们决定全部以苏北 趁其布置未完 急突进 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 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极大 判断 破坏 我们准备立即行动 一切准备完毕 中央如有指示 请于明日 旷湖 二号 最迟三号 便告 否则 我们行动后 联络 恐很困难 相迎 操作 我 珍珠 反正 你什么时候吃了我的鞠了 不行不行 我得回不起 不行 这二十多年了 你在军校毁齐的毛病 是半点没改 你说他们突然关闭电台 是怎么回事 这符合长情吗 主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乃兵家之大计 如果我们是日本人 他们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妥 可我们是他们的友军 是他们的上司 无时无刻不保持联系 新四军这么做 肯定是心虚有鬼 他们肯定是往南跑了 往我们的大后方去了 如果真是这样 将来就不好收拾了 不行 我要调动兵力 全力堵截冒陵方向 他们给了我们公开动手的借口 是算了 如果他们真是往东 或者往北走 我们还真不好撕破脸面 叶昔仪 这回把自己搭进去了 叶昔仪啊 你是在劫难逃 我绝不同情他 你不想赶紧 那么我可以你 你怎么还在 我可以 我可以 你怎么还 我可以 我可以 一切按计划进行 你跟叶部有联系吗 我怎么听说他们关闭电台了 是吗 这我倒没注意 我马上派人去查 要抓紧查 不能麻痹大意 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 这家伙 还让他溜了不成 莫公 我这次 总算落了个清闲 手上 不沾西夷的血 我劝你啊 也不要太过 毕竟大家都是同窗袍子 你见了他呀 就劝劝他 你还不知道叶西夷吗 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 不瞒你说 我把尾座就地解决新思军的绝命电报都给他看了 前两天 陈诚专程从重庆到上饶来 也是诚心要拉他一把 可他把求生的机会都推掉了 他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该让他吃点苦头 他也给你 他以为 其他事 那我 就会 你 我 你 我 不是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同志们 军民告别大会 现在开始 请相父军长讲话 同胞们 晚南父老乡亲 现在由我宣读 今天发表在抗敌报 告别号上的 由叶挺军长 向英副军长 袁国平主任 周子昆副参谋长签署的 告晚南同胞书 以回报 晚南同胞 对我军的深情厚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新四军 数万官兵 孤军远旋于敌人心脏的敌后沦陷区 前有地位的残酷战争 偷游淫谋家的不断毒害 军想 远不如任何一支军队 弹药无际 伤病无医 忍风霜 受饥寒 在万死中 做空战 仍不屑不怠地 坚持保国为民的战斗 虽不敢自言有功 也可告无过 死愿之来 走已实 三年来 杀戮终治 祸害频临 我新四军人员 遭遇不测者数千 共产党员 被杀戮者数百 我军祈求的是团结 是抗战 所畏惧的是分裂 是投降 所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以极度地忍让 委屈求全 来重复这些创伤 三年来 我们没有被日本人打败 赶走 却要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地退出晚南 功力何在 轻易何在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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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啊 再见了 再见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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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离相送终有一别 新四军会回来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晚南的父老乡亲 回去吧 大家请回吧 乡亲们 谢谢你们了 出发 出发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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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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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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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师 第四十师 被切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四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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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十师 第四十师 第四十师